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张天 提到临州市大脑村 可能很多人听起这个名字感觉不太熟悉 它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它位于八百里太行的深处 说起太行山 我记得小时候看成语故事《鱼公移山》里面提到过它 方七百里 高万刃 巨大的红色沙岩 碧莉千刃 深不可测的悬崖 险峻万分 大脑村的人啊 祖祖辈辈受大山之困 人们想要出入 只能靠尖挑 背扛 绕山而行 走土路到最近的镇上要六个小时 雨雪天气呢更是寸步难行 有些这里的老人一辈子都没下过山 村民们行路难 照明难 喝水难 吃穿难 通信难 娶妻难 然而现如今在《微微太行》之中 奇迹般地出现了多条绝美的只字形公路 从近向远看 它们蜿蜒盘旋 像一条条玉带轻拥着群山 从高往下看 它们又像一层层阶梯 连接着山顶的村庄和外面的世界 很多村民们原本不敢想象的事情啊 现在都变成了现实 路通了 电量了 汽车呢 开上了山 开进了村 现在在这里啊 春天是花园 夏天是药园 到秋天是果园 冬天是乐园 老百姓也跟着富起来了 而这一切都和一个人有关 他就是大脑村的党支部书记 被称为太行山籍老渔工的许存山 说到许存山啊 他有点倔 碰到巨石阻挡 他带着村民 硬是把一百多根 五百多公斤的电线杆扛上了山 他有点憨 村里边修路资金不够 他把自己仅有的三百块钱退伍费都拿了出来 他还有点帅 带着村里的十二名共产党员冲在一线 除险 点炮 排亚炮这样的险活累活 他都抢着干 他说 效仿老渔工 劈开太行山 不怕苦和难 把路修上天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 许书记和大脑人的故事 非常感谢张天的分享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出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 许存山 有请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河南省宁州市 十百岩镇 号称太行无击的大脑的许从山 你好 欢迎 欢迎您 刚才听到您的名字的时候 我觉得两位老师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想问 他的这个名字当中的这个山 跟他们家所在的那个地理位置 是不是有一定的关联啊 是啊 我记得我的爷爷 他就说 咱们祖辈 是从山下逃荒要犯上来的 跟你起这个名字 是有愿望的 希望你能够长期生存在这个山上 把你的一生许个这座大山 来用你的智慧 双手来把它建设好 为蒙的子孙后代造一片福地 爷爷是希望说 你就一直留在这个山里头 您后来中间有离开过吗 中间离开过 想应党的号召应征入伍 参军到了西藏 中间离开了多长时间 六年 本来我是在部队 是部队重用我要准备体干的 因为家乡的一封信 诉说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现在不行了 老百姓都要牵一走离开这个山 说你要有机会的话 就不要再回来了 看到这封信以后 是辗转反侧一个多远 太行山是我的母亲山 我生一丝长一丝 作为她的儿子 我应该为她 刑劳苦捐驱诉创财富 所以我就向部队申请我要退伍 那时候打算回去 是一开始的时候是想做什么 因为我入伍前 我是在家去当老师的 所以我应该再回去重操旧业 继续当老师 教书 培养人才 我是80年的5月1日 他像我的故土 但是在我行走的时候呢 见到了我的父老乡亲 大量的都是搬着家具 往山下用 我当时就问他们 我说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他说我们要走 在这个地方 没有生存的条件 生活不下去 主要是什么问题呀 主要就是有六难嘛 一个是行路难 那那就是阳长小道 都在悬崖上 那个阳长小道 第二就是照明难 不通电吗 没有电 是照明柴 有一根柴火 在这个下下把他砍回来 披碎 晒干 晚上把它树到这里点起来 用这个照明 还有一个吃穿难 吃康燕菜 是因为就是没有土地吗 有 因为他这个地方 海蛙高 无双击短 粮食产量低 一亩地才产一百多斤 是以后国家的返销粮来生活 还有一个取区难 通讯难 我定了一个 二十年的发展规划 两年驾通电 三年解决水 五年修通路 十年大支数 村上人信你吗 说这来了一个 回来了一个 说要两年通上电 人家信吗 当时很多老百姓 认为我是个抛的天 是个 吹牛 虚 是吧 吹牛的意思吧 是这个 你可能 说了话可以 真正能把我的事办成 这可是足梦娶媳妇 你想得美 那个时候 我记得在这个聪明 动员会上 我曾经就讲了 你不相信奇迹会发生的人 你永远不会 创造出奇迹来 当然我们要干事 肯定困难很多 只要我们团结一心 无成一个拳头 任何困难 我们都可以克服 但您觉得通电这事 最容易 但实际上容易吗 不容易 那一根水一干 一千多斤啊 要靠人工往上上抬 得抬上去多少个电线杆啊 才能架起来这个心 抬上了一百五十多根 开始啊 我们一根 一天才才挪二三百米 这个就是说 有了经验了 一天能挪五百多米 那个时候啊 光那个肩膀啊 都种这么高啊 我种了以后 最后又把它压下去 都抹成桨子了 到八十年底 全冲十六个自然葱 七十多户 全部通电 那一年我们党洋干部 这个冲结没有再加过 都穿梭在这十六个自然葱里面 第一个 要教他们 怎么用电 这里边呢 当然也弄出了很多笑话 有些老年人 他不知道这个电怎么用 用嘴去吹 就是老人家从来没有见过 说电灯 他就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 我们那一年的冲结期间 我们穿梭在家家户户 跟他讲用点知识 还有一个任务 就是说 电驾通了 老百姓这个情绪高了 干事有了干事 创业这个精神了 过去年以后 马上要组织修路 也就是您通过这个 通电这桩事情 赢得了村里所有的百姓的信任 对吧 对 那个路啊 我想原来的时候 你们那时候走那路是什么 是山间的洋长小道 对 那个路也就是一米多宽吧 能够用这个牲口 驮这个舵子 往山下用东西 走那条路走下山的话 要用多长时间 到乡政府的六个小时 走路 到山下 那个冲装 需要两个小时 那如果要是有什么事 我要急着要下山的话 那就挺耽误事的 那肯定啊 所以说 为了说就那么多人 五十多岁以上的人 他没有下过 他因为太费事了 再一个很危险 所以那个时候 就促使我必须地修 不能让后世自从 再受准备的罪了 那时候怎么修啊 没有钱呀 当时我把我退伍费是三百元嘛 交到村里面 把这个家里面这个就是之前的东西卖掉 把这个村里面的之前的财产卖掉 收钱 东南老百姓都集资 有了那老人嘛 把这个自己的官物都卖掉 但有一部分反对派 他们也不统一 说你修路需要多长时间 我说五年 他你五年 你十年你能修上来也不来 我说当时我一问我当过兵嘛 在部队要打恶仗打硬仗 首先组织突击队 我就给他起了个名号叫赶死队 每个人都是签了生死状态 我首先他带头 把这个绳子系在这个腰上 然后在那个悬崖上 先为一个能够就占人的台阶 然后开始就从这个地方来 每天这个腰里边磨着的 都是流着那些乎乎的 晚上睡觉的时候 根本的衣服就脱不下来 打炮人你到跪到那里打呀 所以说有时候膝盖都磨着 都流血 没有办法拿那个鞋底啦 或者那个草垫子 垫着 垫着 这样干了整整四年 本来如果没有听刚才 许书记的介绍 我觉得感觉就是哇 壮美 但是听了故事之后 这里面太不容易了 太心酸了 但是这件事情最后啊 给我一个结论 那就是这世界上 就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也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只要我们的执念在这儿 只要我们的目标在这儿 只要我们有许书记 这样的好的带头人 没有什么路 我们中国人修不出来 辛苦了 许书记 前两桩事情做完了 一个是通电 二是修路 第三桩事情是做了什么 那是解决人家吃饭问题 解决通水问题 你们原来喝水是怎么喝法 那是靠天吃水 天下雨了 打一个汗 接点 那个流下点水 流到这个汗井里面 天要不下雨 干汗年轻都得跑十几里路 下到山下来找水 在那个路修通以后 我就用了差不多就是一年吧 我就是把我这个大脑村 近三十平方公里的山 我走遍了 有一天早上 我吃过早饭以后 我开始又去找水 走着走着 我在我的前面这个地方 突然起了一股白烟 但是再愣了半天 我反应过来了 我说这个地方肯定有水 这是太阳照着这个水蒸气 蒸发了这个 蒸发上来的雾气 对 我说这个地方肯定有水 我不信任 最后组织老百姓 下弯了不到三米 就找到了水 找到了水 奉上了三年 我们一共建成两个泉水池 建了这个十三座汉池 打了六十四眼汉井 铺埋软滚 就是塑料滚嘛 两万多米 是老百姓都吃上了 家家户户都有了吗 都有了 完成这项任务以后 那就是要解决老百姓 吃饭问题 这个摆在了面前 粮食低碳的原因 它肯定有它的问题 究竟咱那粮食生产 需要多少温度 需要多少天 它能够成熟 咱就来搞个饰演 结果头年呢 事业失败了 弄了一家人 没有饭吃 这个人天天背着袋子 倒出去借联 但是我不甘心啊 我在西藏哪个地方 咱那粮食都能生产 这个地方粮食不能生产 我真是想不通 全国的农业坎物 我定变了 研究这个问题 最后在一篇文章上 发现了一个地魔 能解决高产三地 低碳变高产的这个问题 塑料薄膜是吧 就是把它蒙上 然后让它那个温度 发生改变对吧 回去以后我就买了一口 回到家里 我外人给我生了一晚上去 他说你真是想 把一家人饿死掉 他说你要再这样 折腾啊 咱离晃 我说离晃就离晃呗 你这是气你们家老婆呢 是吧 是啊 他会生气啊 后来两个人生了一晚上去 最后父母给我调节以后 给了我五方地 我说行 只要有五方地就行 这个必须的两个小时 观察记录一次 你才能掌握征评实据 就这样记录下来 才知道大脑 它一年的无双期 就四个月一百二十天 有效济翁一千三百八十五度 玉米的生长 它需要一千五百度 小麦需要一千七百多度 所以因为地翁到不到 它粮食就不会高产 那实验的结果就是 要种就是耐低温的粮食 是吗 对 就是生长期短 短的 对 玉米品种在九十多天的 可以种 一百天的可以种 超过一百天的 你就不能种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许书记 它不仅是有骨子那个 勇气 干劲 你得用你的大脑 你得用智慧 是啊 当年呀 我五方地收了一千一百四十斤啊 所以第二年我们就开始推广了 结果推广以后啊 全充的粮食产量 一亩地增加到八百八十六公斤 人中自产量达到了五百六十多斤 解决了吃饭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想问您 就是您觉得您身处的这个时代 给您带来了什么 人在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并非是功成名秀的那一天 而是在各种空景 哀探绝望中 能够正必奉起请凶向前的那一刻 所以说 这个时代给我提供了 为我的信仰 为我的目标 为社会去做回报 提供了这个场的这个平台 太行山赋予了你 这样一个奋斗的机会 是 也赋予了你可以奋斗的勇气 对 没关系 许实据说 再有一两年他就要退休了 我们也希望 当我们听过这么多 有关于他和大脑村的故事之后 应该有一个年轻人 能够继承他的那份 为了人民可以坚持不懈的精神 为了人民可以披荆斩棘的精神 我们也祝愿大脑村会越来越好 谢谢您 谢谢 感谢各位收看 我们今天的美好时代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好的